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江通猜成名虽然年轻啊 但是成名已久 而且涉猎的范围比较广 职业拳击泰拳 都成绩都非常不错 所以甜心还是要小心啊 江通猜是经典的态势打法 然后稳健 然后步步为营 然后每一级都很沉重 对 因为江通猜的拳法 其实单从拳法来说 也是非常的优秀啊 甜心还是要控制好这个距离啊 按照自己的节奏打 因为中国散打的特点 实际上是快速灵活 对 而且相对散打控制的 差一点 其实这个力如果发好了 还真上头了 对这个高扫挂头啊 我们同意这么说 就是相对是比较冷招一些 但是力量没有发的完整 对 如果像这个高边上都像鞭子一样打上去 就有可能重击 对 第一艘腿 虽然中国散打的其实很多运动员很擅长撤腿腿 对 但最近是不是偏少了一点 呃 因为对 因为侧拽腿呢 就是通过实战能够运用 他耗费体能会比较大一些 呃 我建议甜心不要再这么硬扛 用胳膊或者说去内部去硬扛 对 呃 呃 啊 啊 很多探前手就是直接攻击你的上肢 直到你失去进攻的力 手抬不起来 手抬不起来 对 甜心应该往自己的外侧转啊 对 又从这个啊 又是一个 挂腿 对 呃 甜心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隐蔽的啊 在两个拳法的掩护下一个高扫挂腿 对 哦 非常重的吸法 好 最后的10秒 好 我们看到 好 进入到第二局 哇 后白腿 田馨要小心自己的右侧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看到江中猜主要的发力位置 还是以左腿为主 对 就是让你提醒的这样 就是田馨对她的这种扫腿可能不能硬扛 对 就让她卸点力或者用步伐绕开 对 应该要打一些游击战 然后让更灵活一些 对 这个泰拳选手是非常硬的 对 我们就是兵法上也常说 避其锋芒 攻其薄弱 不能用 刚才这个机刀 一定要避开对方这种最厉害 对你杀伤力最大的一个 这个她对技战手下能应援的非常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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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是田馨找不到太好的办法达到自己的攻击范围 对 田馨一定要现在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现在田馨尝试用侧太腿能够控制距离 先稳住 别让他进来了 我觉得田馨应该是 因为我在我们的晋级赛里边 只有这一次机会 田馨应该是要再 再多找找办法 对于泰国选手来说 这种大幅度的腿法 他们会看得非常的准 因为我们知道泰国选手有一些躲闪是非常的灵活的 因为泰国人自己训练就天天踢腿 所以他在对抗过程中对腿更熟悉 对 我倒觉得这打泰国人的话 常常拳法有时候更容易获得优势 因为他防拳少 对 所以可能要打中短队一进到里头打拳法 换一种打法 对 但是江东赛他的拳法 全是属好的 对 在泰国选手里面 有些泰国拳手说实在的拳法 确实明显是个弱点 对 但是我对于江东赛的了解 他的比赛就是说我拳法再好的 如果我用腿和膝能解决战斗 我不去给你拼拳 因为确实拼拳的危险性太大了 对 而且从这个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说 可能对手也有可能选法更好 这是有可能的 对 走 好 进入昆仑爵主持日战四分之一 决赛第一场的最后一局啊 决赛 好 精神的吸法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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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心在这种中间距离的时候 一定要打破对手这种 节奏 对打进去 要打进去 看看中间距离怎么样 对 中间距离显然不在优势 要打中间距离 对 我觉得最后一局了一定要尝试一下 对 对 因为江东猎整个比赛还是主要用的是陪 所以要进去不让他用陪 天心还是要打进去 然后 但是也不要抱上 就是打中间距离 但不要贴身 对 因为前两局中间距离用的比较少 这个搂抱也不行 这个 如果真正进入内围的话 江东猎是他有优势的吗 对 你真正进内围的话 就是有中间距离 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对 好 打出他的拳我觉得还是这个 动 动 对 就是按照刚才这样的几下 其实并不错啊 还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击中 对 逼近打中间距离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动 不要主动的去搂抱 不要主动的去搂抱 搂抱有时候是体能下降的一种表现 对 但就查这场比赛来说的话 现在必须更积极 对 最后的一分多钟 要有动作 要有动作 打到近身的时候 动作还是要 啊 我们的裁判应该是要给到这个警告 对 对 对 就打这种中间距离 然后打拳 对 这个要出拳 还是要出拳 对 我觉得最后这几十秒钟了 一定要孤注一掷 对 这也是战术意识 对 对 出拳要出拳 对 不要裸爆 不要裸爆对 你只有出动作才有机会 对 应该前两局肯定江中胎是理性的 所以必须出拳 非常地占优势 还得中进距离 不能让他踢 对 细法 又是一个转身边权 挺心的体力可能也是 现在有所下降 对有所下降 最后的十秒钟 出现次数少了吗 啊 比赛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来自中国 28比29 二号裁判 韩国 27比30 三号裁判来自伊朗 28比30 四号裁判 美国 27比30 五号裁判来自日本 28比30 二号裁判来自日本 百分业就是 你5号裁判来自日本 你5号裁判来自日本 8号裁判去 5号裁判来自日本 5号裁判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